13号美国流行病学专家福奇表达了对美国疫情形势的担忧 同时批评了政府强制要求校园重启的计划 福奇当天表示 虽然加利福尼亚 佛罗里达 德克萨斯河 亚利桑那等重灾区的疫情有所好转 但这并不代表全国各地都有好消息 查看美国其他地区可以看到令人不安的事情 那就是病毒检测的确诊率正在上升的迹象 福奇对此表示担忧 因为新冠肺炎确诊率上升 预示着将发生更多反弹 福奇还参与了关于美国学校是否可以在秋季复课的现象辩论 他明确对政府官员表示 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学校都必须开放或关闭的主张 既不合理也不正确 我认为说所有学校都必须开放或所有学校都必须开放 并不合理也不合理也不合理 你必须要要稳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